咦 怎麼辦 剛睡醒 頭髮好邋遢 而且頭皮開始出油了 每天早上都要面對這個凌亂的頭髮 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關係 喬起今天教你如何 三分鐘從邋遢髮變身完美的個性頭髮 超快速又超簡單 而且頭髮忘記洗也沒有關係唷 那就趕快來看我是怎麼拯救我的亂髮吧 第一步就是使用乾洗髮來拯救出油的頭皮 這個是我每次必備的好物 使用前記得先把它搖一搖 然後距離頭皮30公分的地方 開始均勻的噴灑在頭髮上 噴的時候會有灰白色的粉末噴出來 這是正常現象 那之後再用手把它撥鬆就可以了 這對容易出油的我又不想每天洗頭 或是有時候那個來的時候 女生不方便洗頭 這個都超級好用的唷 因為一噴就感覺好像剛洗完頭 非常乾淨清新的樣子 頭髮變乾淨了之後 再來就可以用這個直捲兩用的電棒 來打理凌亂的頭髮 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按一下開關就開始預熱囉 先用電捲棒這一面 拿起你的瀏海向外捲出一個弧度 通常我會停留個3-5秒 放下來就有一個非常空氣感的瀏海了 要轉換成離子夾呢 只要把後面的開關往下撥就可以囉 通常睡覺起來頭髮中間都會有睡覺的壓痕 離子夾就可以輕鬆的把壓痕都撫平 第三個要用的是我最近發現的新玩意 是DIY的染髮粉餅盒 之前用過類似的染髮餅 常常會把手搞的都是顏料 那這個呢它是做的像粉餅盒的設計 一打開就可以直接用夾的方式 讓頭髮上色 所以呢過程都不會沾到手 就可以輕鬆的讓頭髮變成你想要的顏色 那就可以隨性的抓出幾戳你想要挑染的地方 把它夾上去就完成了美麗的挑染髮色 再來讓頭髮滑順 髮質變好的一個關鍵 就是要用免沖型的護髮油 我自己很喜歡用摩洛哥油 因為它非常的滋潤但是又不油膩 我會擠個兩三滴在手上 然後均勻的上在髮尾後半部 快看我上完一遍的樣子 是不是差超多 我這邊已經揉順了大概一百倍了吧 另外一邊還跟稻草一樣 趕快把另外一邊也上一下 這樣髮質立刻變得 oh perfect 這時候可以再拿出剛剛的電捲棒 利用捲的那一面製造一些髮尾的捲度 我會由下往上依照順序 捲出一個比較浪漫大捲的感覺 那每一出捲完的髮術 記得讓它停留個兩到三秒 這樣捲度會更持久 最後一樣好物就是堪稱定型噴霧之王的四滑扣黑旋風 我的髮質比較細軟 所以常捲好的頭髮都會塌掉 這時候稍微距離20公分噴上一點點噴霧 它就可以定型一整天 YA 這樣就完成了超有個性又超簡單的髮型 可以立刻出門了 重點是只花了三分鐘 看看前後的對比是不是差超級多的呢 從原本本來很凌亂又很油的頭髮 變成一頭超有個性 隨時可以立刻出門的髮型 在影片的下方還有Facebook粉專 都會跟大家講產品的資訊跟連結唷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